在唐三与海星斗罗的战斗中 由于魂力等级的巨大差距 唐三很快便落入下方 更是一度被海星斗罗的第九魂技吸入腹中 要知道在海星斗罗的腹中 不仅魂力会快速流失 就连所有的魂技都无法使用 为了寻找出口 我们三哥在海星斗罗的体内疯狂的血液 很快在强大精神力的胆质下 唐三便找到了海星斗罗的本体 只见海星斗罗率先发动攻势 虽然唐三找到了海星斗罗的本体 但由于魂力被抽取实力 以不足全胜时期的十之二三 很快唐三在交手过程中便落入下方的角度 你未找到我就用吗 第四魂技 幸亏此时小五及时出现救场 随后夫妻两便快速地对海星斗罗展开反击 虽然两人并不是海星斗罗的对手 但唐三在战斗过程中 发现了海星斗罗体内最薄弱之处 随后便使用魂鼓技能朝此处攻去 海星斗罗剑撞立即展开防御 而此时唐三也因魂力消耗殆尽失去了战斗 小五带我瞬移到那里 在小五瞬移的帮助下 两人正朝海星的弱点快速赢 但海星怎会轻易让两人得逞 只见海星斗罗顺发第八以及第六魂技攻向了 为了顺利击败海星斗罗 小五进一把将唐三朝海星的弱点温泉 自己则开启无敌精神抵挡海星斗罗的进攻 在成功抵达海星斗罗的弱点之后 唐三丽急开启外腹风 然后狠狠地扎入其中 此时的海星瞬间感觉到身体出现了阴阳 霸珠魂鼓 经过数次进化 实力已经不逊于十万年魂鼓 只见唐三丽用外腹魂鼓疯狂地抽取着海星斗罗的生命 伴随海星斗罗的认输 唐三与小五也是顺利地完成了此项考 唐三海星胜注考核通过 小五陪伴考核通过 哥太好了